郑文有多少時間? 今天嗎? 其實你提早15分鐘 所以我們有一小時15分鐘 那沒關係,其實大概 我控制在45分鐘 你後面還有事嗎? 因為我六點要去 我六點要上賽視頻的節目 所以你沒有辦法Teleport過去 你還有一些時間 因為 可能郑文想說 我就是GENER想聊那個數位發展 沒有問題我們就來聊 那我其實也沒有一個很強烈的答案 或是就這樣 我就想說剛好趁這個機會 就聊一聊那如果有什麼 比較具體的想法 那就給大家參考這樣 如果有什麼 還需要再進一步 怎麼講?討論或是內心的 那也許聊完之後回去 我會再想想其他的可能性 那我想第一個 第一個是說 因為前一陣子 包括聯合報 或者是有一些 想像或謠言 大家多少都會討論 最近大家比較關心的版本是說 這個數位發展的這個組繪 要用NCC來改 那我的第一直覺是覺得 乍聽好像對 可是他的NCC 他的當初這個組織的設計的目的 跟他現在的這個組織的組成跟運作模式 好像會不會跟整個數位發展的需求 跟方向會有所衝突 對,我其實也注意到有一些評論者 在指出說 如果你同時讓他有一個獨立的內容監管機關 但是你同時又要他促進百工百頁的數位轉型 沒錯 這兩個似乎是互相矛盾的事情 所以我目前看到的一些想法 也包含當然也有一些評論的朋友 就是可能不太了解說 Uber現在已經設置台灣公司 的這個事實 那這表示可能我們廣宣做的不利 那但是就是說 我們這邊的point 是說 如果他有獨立監管的需求 那他一定是一個獨立監管的委員會 他不會變成是 就我舉例好比像說交通部 他至於運安會 其實交通部是不可能去控制運安會 不然沒有人要相信運安會寫的報告 那同樣到底未來 假設有一個這個數位專責機關 他也不可能去控制現在NCC所在的 這個內容建立的能力 而且說不定我們還會再去增設 就是獨立機關 除了這個本來已經有的內容建立之外 至少我個人的希望是 還會有一個個人資料相關的專責機關 那一方面是GDPR氏族性的認定 那二方面之前國發會的個人資料辦公室 其實已經跟歐盟已經談到最後一步 也就是說我們只差這個 就可以完成GDPR氏族性 那我覺得這一波一起做是比較好的 所以至少還是會有這兩個獨立機關 那這個數位發展的機關 當然對他們絕對不會是指揮面臨的關係 這個不穩 好 但這個是院理普遍的公司嗎 是 那就放心 其實我覺得像有些報紙媒體 都一直在往那個方向 你不可能一面監管一面揹管 作為專心 這個就不穩 那這樣好 我覺得第二個大的問題是說 也就是說假設我們現在這個 這個行政院下面這個數位的專責機關 不管是部或會 對 它的組織型態到底是部比較好 還是會比較好 其實它必須要融合兩個的一些特色 對 之前會提委員會的朋友們 主要希望的是 它能夠內建統合各部會 沒有錯 是 那這個傳統上執行為主的部 是沒有辦法做的 沒有錯 但是有一些朋友認為說 可是你要促進數位轉型 那你勢必還是要有一些執行性質的預算 那所以你完全只是決定策略的話 那你就是又回到各部會執行 不一定執行得好啊 所以有一些核心的東西說不定還是它要執行的功能 那所以未來假設它是委員會 那其實你也了解 國發會在成立之後 其實它做的就不只是經驗跟年靠 它也做一些其實看起來有點像執行的事情 那同樣的道理就是說 即使它現在名字叫做布 如果是它的就是出乎規程 也就是它的組織法裡面明定 說它對某些某些特定的事項 它可以像一個委員會一樣的去協調其他部會 那因為法有明定 它就等於一個依據 所以不管是具有執行特色的委員會 或者是具有規劃特色的部 那這兩個大概是比較好的解法 對 完全純委員會或純部反而可能都沒有辦法滿足 對 因為其實我個人對大家擔心是這樣 我很擔心 像因為其實我 因為我同時是科技部 科技遺傳的生育旅員 那個案我就不評論 我只是說我有發現 因為它的運作模式是說 各個部位 比如說衛福部啦 教育部啦 甚至連圓民會啦 對 它的提案給科技部 那科技部當然可能就會找一些外國委員 或內部來做事 但是 我如果從數位發展的觀點 或科技發展的觀點來看 我有一點 這是我個人的判斷 我有一點覺得各部會其實不是那麼清楚知道他們可以幹嘛 就有一些事情還是要TOP DOWN來規劃 對 就是說他們其實 其實他們不知道他們不知道 所以他們很自然就會用既有的這個know how 來去提案子給科技部嘛 那我是想用這個例子來 這個還是在科技部已經很盡量去跟他們溝通 譬如說這個台灣的科技政策應該怎麼走 對啊 全科會啊 對對對對對 這都已經在 我認為已經有一個很充滿的溝通 跟這個交流機制 現在也是新製幼年 甚至有這個科技基本法 或是四年的這個科技的這個大的在立場 對對對 都還會有這樣子的這個 不管你要說是趨勢上面的一個落差 還是說在討論事情上面的一個不熟悉 那假設以這個為benchmark 來看數位發展這個部會 他在各個跟各部會在公共協調的時候 我舉實例 譬如說像金融科技 對啊 我其實不是覺得金管會 我要說金管會 他本來的know how 其實就是在他既有的業務 包括銀行局啦 保險局啦 等等等等 那其實金管會要讓他知道 他們原本不知道的事情 我覺得在先驗上就困難 就是說 他不可能突然知道他不知道的事情 那同理其實像教育部也會有同樣的狀況 通常在外部很有意識的去給他input 對啊 他才會知道說這個事情會不會怎麼發展 對 那 我其實我會最大的意思是 當這個事情沒有很明確的 由一個這個數位發展委員會 來主導或是協助各部會 來做數位發展的規劃 他寫著版本怎麼樣 我倒覺得沒有 一定要 你覺得他要賦予他這個權限 對 就右邊層button up 對對對 或者是說更慘的是 他除了button up之外 他還會根據各部會自己的想像 就是 呃 實務上不正確 從他們的邏輯上可能是對的 來把工作外報出去 嗯 我今天就講最簡單的 譬如說 把所有APP的開發 全部都交給這個 18部做 對 就需要有一個人出來說 沒有現在webapp才是網道 對 網站應該要轉型成webapp 除非你要用到手機特定的功能 那個幾乎沒有啦 沒有錯 沒有錯 所以 我其實最主要的是 基於 當然剛剛這位您提的這個 這個 不是全能顧或不是全能會 我覺得這個原則上我是完全贊同的 但我怕在政治識別上 讓他變成部的時候 對 我覺得第一個會碰到的問題就是 因為其他的部 他不會去看數位發展部 嗯 就算可能 可能政務人員會看 政務官會看 但事務官不一定會有這麼通透的理解 反正是 開中民意讓他去叫委員會 至少可以讓其他部會 百分之八九十的理解 就這我完全理解 而且其實我同意你的想法 就是說主要不是跟政務人員溝通 還是跟事務官溝通 沒有錯 那國發會比較得天獨厚 是因為他有管道權 對 所以最後工件預算一定要經過他 所以就算不知道的事務官 到你省預算那一刻 你也知道了 對 那所以就是說 那當然就是說 呃 傳統上所謂一條邊的那個做法 是另外一個做法 是正風處也不叫總處 是 大家都知道正風人員就是正風處版 對 那所以其實這個名字本身的意義有多大 當然他可能在一開始有一個 呃 就是 逆竿建議的一個效果 對 那但是我覺得 還是 不管是預算流程 還是人事的流程 兩個可能至少有一個要經過這個單位 對 不然你就算叫委員會 如果預算跟人事都不經過這個委員會 那這個委員會 也就是一個 揭示大方向的 沒錯 所以就變成一個純 是 純虛色的一個建議單位 對對對 那我另外一個 我先 我就是我先用刪序法 先處理那個 我另外一個覺得 把它變成 所謂發展規 對 對 一個負面的作用 負面的作用 是 從政治面來看 因為 這當然也是五個人意見 我覺得台灣的法制 從憲法到 很多的法 都是處於一種 有個架構 但不是很細緻 就說有很多改善空間 憲法即商和狀態 對 沒錯 沒錯 對 他就是憲法商和的這個狀態 對 所以在這個前提下 他變成有很多的政治決策空間 說穿了其實就是人質 是 對 那這個人質的空間 我們有時候會必須過分依賴 碰到一個好部長 或是好政委 或是好主委 那個部會就會 他真的就是 你就是換個部長 那個部會就亮起來 或那個部會就按下去 那我的另外一個擔心是說 當我們現在這個 這個正在發展中的新的組織 他如果變成數位發展部 對 我擔心會不會變成 這個跟哪個政黨的關係 就是一些派系 傳統叫落同政治 理解 對 就是說他當然 他部會有部的預算 可以去做 該做的這個建設 或預算的投入 對 但我擔心的是說 在這整個個部會 或整個國家的這個 數位發展的 細部的戰術 或是那些專案 還沒有成型的時候 就很容易 很容易落入這個 大戶頭的那種 一切幾百億來幹什麼 那這個其實是很容易 就會跟季遊的 比較不好的政治生態 就結合 反而會拖累這個 你的意思就是說 他還沒有建立像科技部的那一套 審議原則 那層層都有人看著 不會出太大的錯誤 那當然也因為科技部 主要是跟大學合作 那大學又大學自治 大學有自己的審理方式 所以其實你真的要非常肉桶 也沒有那麼容易 你說真的 你說真的 對 你要這個六層的人都看不到 這個幾乎做不到 對 那你擔心的是說 如果他是部的話 尤其是以執行預算為主 那如果大的方向還沒有確定 這樣子的話 那至少在一開始的一兩年 很容易變成說 不小心一百億兩百億就出去了 沒有錯 對 我可以舉一個 我這幾天才知道 實力縣演中的參考 就是他其實是一個園區的計畫 台灣的一個園區的計畫 那他們當然這園區的計畫 不外乎他SOP 就是講說 我們有一個接近兩百億的預算 這預算可能是從前三九一間車來 然後呢 這個預算會在這個園區裡或外面 對 蓋三棟建築 然後呢 最後就很快跳到結論 預計可以創造 我舉例來說 三千個工作機會 他這個 他這個 但是如果我們去zoom in 看他的整個計畫 他的這個描述呢 他其實是用這個 這個預算 蓋出來的這些 這些 類似樓地板兵器 然後說 這邊可以容納三千個 嗯 座位 就招商嗎 他中間是真的 對 他的這個邏輯 在我看來好像是說 你房子蓋好 這邊可以容納一萬人 對 就等於一萬個國會機會 對 就是 所以林津縣市少一萬人 對 可是 可是他現在 我說即便是現在 這個是一個園區的計畫 是ungoing的 都已經會這樣子去思考了 那後面那個數位發展 他如果是一步的形態 對 我其實最大的擔心是說 因為他當然會有預算 他會有預算 他會有一個自己可以直接去執行的預算 簡單講說他有他的部隊 不管是外包還是有 他有這個資源 他可以請人 他可以去發表案 是 但很容易就會套到 既有的 know how 跟既有的經驗 去做 就是因為前提沒有改變 當然他的結果就不太會 我們就不用奢望他去改變 這樣 當然這個 安斯蘭定義為這是瘋狂 他說所謂的瘋狂 就是你不改變前進 但是卻 卻覺得結果會不一樣 對 對 所以我就是擔心 這個事情 另外第二個點就是說 如果我們在推動上面 沒有特別去注意這個數位發展 他不或會開始的那個定位 對 如果是不 第二個大的負面作用就是這個 就是說 因為他很容易就會順著既有的前提 對 他會給人一個印象 就是說這邊是執行 院裡已經決定好的政策 但是不是這裡來幫助其他的部數位轉型 沒錯 對 所以我是基於這樣的刪去方法 我覺得比較高 可能可以讓這個新的部會 達到他的這個目標 對 跟他的這個效果 對 還有降低風險 對 可能有可能是一開始 就讓大家知道這是一個思維發動 這樣 這個我覺得很有道理 就是這個 就是說改名字 雖然不會長高 但是會少大家重新認識你 對 所以這個情況下當然是如此 不過我想因為這個名稱 主要還是行政院組織法的修正案 是 如果要組改還是直接改這個 對 對 所以就是說 他這個只是牽涉到說你要放在第三條 那是各部 還是第四條就是各委員會 而已 對 那當然 從我的角度來看 他如果是委員會的話 他還是要執行性質 他如果是部的話 還是要協調性質 那所以 我對於放在第三條 或第四條 我沒有太大的意見 我覺得都 都可以 那甚至你既然都要改組織法的 你自己再多加一條 也不會怎麼樣 對 那所以這樣你就不需要叫部貨會 你愛叫什麼叫什麼 但如果 我如果進入比較 就是 假設部跟會 可以叫國立數位國務員 放在第八條職員 部工方便 這也是可以大家可以考量 但我如果進入 就是假設我們部跟會的討論 大概就到這邊 當然差不多 但他實質上面的 組成的單位 對 當然直覺 我先處理最直接 但是 可能不一定好好解決 對 譬如說 行政院下面有一個資安處 不過資安處 他既然是院處 那就跟教科文處 怎麼一樣 他是幫助院本部的院長 副院長 也就是我們院資安長 去進行政策的規劃 所以未來即使是有一個 不管是部後會的二級級關 那就跟教科文處一樣 他還是有一個院級的 所以即便這個 不然這個數位 部後會的文 難道要發到教科文處 對啊 對 他就有一點點 就是 就是類似什麼 心臟瓣 反正有一些 順行逆行的問題出來了 那這樣的話 因為其實 小英總統在做政策宣示的時候 他有提到資安的這個部分 對啊 那這樣的話 這個 也就是說 我聽起來這種的意思是說 行政院資安處不需要懂 不需要移動 我覺得資安處現在 他主要是說 他有些功能 對 好比上說他的技服之類 對 他未來當然如果有執行能力比較強的單位 你透過一些設計 因為畢竟 院處自己做執行是蠻奇怪的 對 那這個也是他目前跟教科文處 最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他不只是做長期的政策 等幕僚 而且他還做一些執行 對 好比方說資安基本 對 那這些論上 好像應該要放到二級機關 對 所以我會覺得說 概念上就是 資安處 他如果是作為規劃的 幕僚的 特別是跟這個 其他的 院的interface 對 像你在院門部有一個interface 絕對是比 降到三級機關或二級機關來的好 是 對 但是他的執行的職能 一直掛在院的院門部 也確實是有點奇怪 對 所以 也就是說 聽起來最好的版本 是不是 這有點像是那個 假裝線抗進 就是 就是說 他也許 在院門部下面的資安處 如果這個數位發展部 功能是完整的話 其實 就是維持他的行的院的資安處 對 他可以來集合 別人怎麼做集合 沒錯 但是他不是說 每天都自己去做集合 對 所以其實有點像是 因為另外一個器官的功能不足 所以導致現在這個資安處的功能 他有點抗進 就是 變成是 因為還不存在一個數位的部位 沒錯 所以他必須吸收一部分的功能 所以其實這樣的話 在設計上面 這樣我也比較贊同 其實 其實 因為有一部分的 社會意見是說 新的院資安處 應該維持下來的這個 這個結構 你是說連每天的operation都要做 沒有 他們只是說反對 把它並進 當然我覺得這不是並進的概念 而是說 資安處他現在有一些活動 他其實也不是處本處 而是繼父 對 那這部分他純operation的 還掛在原本部 就不太奇怪 但是原本部他制定政策 制定方向 尤其是統合剛剛講的各大系統 這個是有一個道理的 對 所以我目前還沒有聽過哪一個版本 是說 說資安處要消失 沒有 我沒有聽過這個版本 這樣這樣這樣 這個我又確認 另外一個 你巧教今天是來做那個 表演 對對對 其實澄清 還有另外一個是說 因為總統也提到 他講的五個範疇 資安是一個 還有一個電視 那這個 油電視要變進去 這個數位發展不會嗎 這個我目前還不確定 因為我也還沒有聽過 聽到這一方面的消息 好 因為他這個事情 我先把大概有的意見 因為傳統來說 他即便叫油電視 就是說 油就是那個油局的油 油鍵跟這個電型的電 油電視 他傳統上 當然現在是NCC 跟油電視在所謂這個頻率的分配 不管是這個 這個競標的規則 還是頻段的這個 這個 這個 林選啊 或是一些整理等等 你也只是還負責那個 交換網路中心嗎 i查的部分 對 那這個又在更 更 specific的 對對對 我一開始也直覺覺得 好像應該要並進 所有的發展 不過這樣中華油證 就會 中華油證就變成數位了 對 他就 中間都很多人 我們試著去模擬 並進去的話 就會有很多奇怪的事情發生 不過我想油證科 我還沒有聽說誰說要油證科 對 那有點像一個時代的 上個時代的產物 對 那裡面比較確定的 好比像說 就是電信事務的產業的協助 這個說不定也許有一些是 確實目前在NCC就已經高度重疊了 的狀態 那些也許可以考慮 但是我目前沒有聽到一個版本說 我們很想要中華油證 放到數位負貨 好我們先假設中華油證 不會平到數位負貨 好 那如果處理那個電信頻譜的話 對 那是放在 就是讓NCC繼續去處理比較好的 還是把它劃進數位負貨 這個我目前還沒有聽到 比較具體的想法 因為我目前聽到的想法 都是說 還是需要有一個類似 NCC現在正在做的監禮的部分 那監禮的部分 是不是包含這個平譜 所有的監禮 因為其實理論上會有二法 就是要把這個東西 放在同一個監禮架構 就先監禮架 那所以就是說 如果未來數位這個機關 它裡面監禮的部分 我們還是覺得這個給獨立的委員來做 比起 純粹這個就是行政來得好 那只要我覺得社會通念 是獨立的來做比較好的 那我覺得剛剛講的這個獨立機關 就應該繼續去做 不應該說 它本來是獨立機關做的 忽然變成就是執行機關來做 不過當然交通部 本來也就是執行機關 它沒有什麼獨立監禮的事情 所以你反而是說要去看 裡面哪些東西 大家覺得獨立監禮比較好 那這個時候 它是額外的加進獨立監禮的狀態 對 那這個我覺得是值得討論 但是目前 我自己至少沒有介入這個討論 因為這個會 涉入最近的一個個案 它的個案是討論 OTT 要不要設專法 那我自己初步思考這個題目 我的概念當然也許還不是很成熟 但是想讓我們分走 你教我的意見 因為傳統上 我們會把平譜去需要高度監管 是因為它是非常珍貴的 是珍貴的公共資料 大家要花幾百億 可見它很珍貴 但瓶寬是嗎 我的說瓶寬是說 我們連上網 這是一個很珍貴的公共資料 當然如果它是出在IX那一層 那可能是 對那也許需要 對 好比像說我們Tarnet 然後跟NCHC那邊 然後跟GSN這邊 大家要整天開視訊會議 那這種程度的評分 我想是確實是需要截止 對 而且如果它不夠的話 需要擴容 那這部分我想 這個數位機關可能跑不掉 這可能是它的事情 但是現在NCHC 在朝你的OTT轉發 對 它的那個草案的寫法 對 大概前後大概不充20條 嗯嗯嗯嗯 它其實非常非常像 嗯 系統台的 嗯嗯 是這樣子 對 所以我這邊有一個點是 我的argument是這樣的 我覺得 平寬當然 平寬就是大家 用娛樂用的平寬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為什麼要NCHC處理呢 那就回到陸委會 或者是 或者是經濟部頭審會來處理 我覺得這比較像是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可以在NCHC的管制範圍裡的一個 一個 projection 哦 就是說它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橋接到NCHC碰得到的地方 那這樣幹嘛要是OTT轉發 這這我就不知道 這不是我寫的 對 OKOK好 那這樣的話 但是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它的方向 我覺得應該不是 應該不是你剛剛講的平寬環境 對 我蠻確定這不是平寬環境 對 因為它的那個法則跟規管方式 都非常像系統台的 嗯嗯嗯嗯 就是傳統交入第四台的管理方式 那 那我看那個草案內容 我的確也 它裡面其實還 它也放了一些疊重加入的 這個法條件訊號 嗯嗯嗯 譬如說內容如果有 這個違反什麼 什麼什麼 什麼善良風俗啦 嗯嗯 或是兒童過疑啦 可是其實這些都沒有 那個兒少法就有 所以 所以 也許這個部分 會不會是這個 這也是另外一個角度 我認為 我認為這個 可以加強 用數位發展委員會 來 去做這個 新的數位發展的 組織型態 或是 就是揭示在 遠國跟跟社會的 一個出場的一個 名正言順 那我聽得懂你的意思 對 對對對對對 因為這個 像現在NC這個處理方式 我的確就是懷疑像 你剛剛這麼講說 它就有點像是 兩岸關係 兩岸人民關係 像一個橋接套 對對對 那你投射下去 其實你的真正的目的 或是我們其實 真正要處理課題 還是 我們現在要怎麼去跟 對岸的這些 這個所謂的影視音 透過網路 就一定規模以上 沒錯沒錯 那這個一定規模以上 要嘛就是 用產業別 來做 看你知道正面表列 還有服務表列 還是 你真的 非得要用公平會 或是在 也 不行 還是說 你真的要用 公平會對境外 它其實也有點無力 對啊 我其實也從來沒有看過 公平會對 對這個 晶片場 或是對其他 場有些 不過我講話 但我有聽懂你的意思 就是說未來即使這個是 等於相當於現在NCC的 那個獨立機關在做生意 對 但是感覺上 我聽你的意思是說 如果數位發展不 那這樣子感覺上 好像對這樣子的獨立機關的 生意過程好像很難講這麼話 對對對 但是如果它是 數位發展會 那這個時候感覺上 這個會跟這個獨立機關 雖然我還是不能監理你 還是不能控制你 但是我可以有一個 白皮書什麼東西 感覺上比較上位一點 而且反過頭來 其實也可以做一個 它有點像Nobel 就是說 這個題目應該回到 你可以用一個比較中立或差的 比如說 這個回到經濟部 你要用投審會去定義什麼叫中資 那你就回到這個 用RTT專法 用一個 就是你專門設計一個 法治處理 另外 這就比較像我們在院裡審議 中長城的時候 科技匯報辦公室 或者不發會 或拜你的那個角色 對 就是說你現在要提這個 但是我覺得它比較適合處理 對對對 對對對 所以就變成說在數位發展 它有一個更明確的界面 可以讓正確的理解 或是至少要相對正確的理解 或是一些判斷基礎 可以進來這個 這個討論機制 了解 對因為 因為部的話好像就 當然一方面是其他部位 對他的期待就會覺得是 OK 感覺上好像教博物醫院 越來越有道理 越來越有道理 好 所以這個是最近的一個個案 那其他的 我最後一個點是 我覺得它最重要的是 就我從實務上來檢測 就是說 反正就舉一些實驗測看看 對 像我大的小朋友 現在要生三年級 小的小朋友今天要生一年級 是 我當然念 我都讓他們念公立小學 就是啊 我的父親在哪裡 是是是 對對對 我就讓他們去 但我發現 目前小學的 這個教材 或是這個基礎教育裡面 是假設 這個世界沒有網路 嗯 我覺得跟現實實在 更多界太遠 那也就是說 回到實務上 其實不管是這個 資訊社會 對於基礎教育 他當然 小孩還沒有用 辛克綱 還沒 對對對 他是99克綱 沒錯沒錯 所以這個是辛克綱 有 好 我覺得這個事情 在 這個 這個當然有一些 有點像版本上面的問題 那個比較 如果是版本問題 他到國中就會有 對 所以如果是版本問題 那就算 那我自己 回家幫他加一些 那個 對對 沒錯沒錯 來補牆就算了 對對對 那我是想要 我是當然把牆的 風險比較高 就是說 比較危險一點是說 呃 比如說這個 AI教育 或者這些新的 數位素養的東西 嗯 如果他變成 社會發展部 嗯 我很擔心教育部 就說這是 這個 社會發展部的事情 嗯 這個當然比那個 前面剛剛講那個 APP都可以開發 嗯 要再好一點 要好一點 對 可是他還是一樣 把整個東西都寫出去 那另外一個是說 像衛福部 嗯 其實 其實 我認為是剛好這次疫情 嗯 剛好因為政委的關係 所以讓 讓這個衛福部 就有點像 強制重開機 是啊 對 所以他其實就 他就突然意識到說 我不能不去 adapt現在的科技 對 跟去適應社會的需求 對 健保屬於為此 擴容了不知道多少次 對 對 可是如果不是因為這個疫情 假設今天 就是不是說 每一個部會 都會有這個運氣 嗯 碰到這樣子 外在環境 沒錯 強制重開機的這個機會 對 那會符合以往的關心 如果今天這個 數位發展部 他大概有什麼 這件事情 嗯 我理解 我理解 就好像有一些 有一些比較傳產的公司 他總覺得 電子商務應該是 這個 MSL做 他總覺得 網路沒有斷線的 就是 MMSL做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另外一個 但交通部現在好一點 對 我覺得像科技部啊 交通部 交通部其實是另外一種 強制重開機 他要不是因為有Uber跟Airbnb 沒錯 他其實也很會 因為他本來的監管事實 他摸得著 沒錯 所以他其實是 碰到外在的刺激跟衝擊 現在這個 林教堂部 其實賀成山部長 已經有意識到這個問題 讓他林教堂部長 更是積極的去處理 但其他不會 包含內政部 對 內政部就 他其實在EID這個事情上面 他就完全縮起來了 嗯嗯嗯 其他的還有 像農委會 我當然會討論一些 譬如說 無人機噴灑農藥 對啊 無人機弄噴 對對對對對 這個push是好的 我想要去強調的是說 其實還有非常多部 日本年海巡述 其實都有很多空間 是數位科技跟這些 是可以 甚至連法務部 我覺得法務部 對於網路世界的人權 跟影射保護 都沒有很正確的理解 我們最近還有跟海委會合作蠻多 因為他們一個向海市境 對對對 就跟比照那個內政部登山一樣 他現在有一個一站式的網站 就把本來分散在可能二十幾個的 全部都開放出來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慢慢一個一個有在改 對 只是說他的速度 因為目前是緩慢加速 然後碰到疫情某個地方 強制重開 對 對 那你擔心的是說 以後如果又有變成霧的話 那其他那個動能就好像風轉 這樣很重要 因為他就全部都開到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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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事情 再加上這個如果 如果 不是如果啦 我覺得很高的可能性 國會的理解 不會這麼充分而及時 對 那其實假設今天 我用現在的這個pattern來套用 對 後面可能有的senareal 就是很有可能大部分的立委 直覺就覺得這跟數位有關 對 那我就是把數位發展部的部長叫 對 就把他釘在這裡 對 不過即使他是委員會 他還是會被叫去 沒有什麼差別 只是他被質詢完之後 他轉身協調的能力有什麼差別 是是是是 對 我覺得這個是我 最後一個比較實務上面的一些想像 所以我想說也是趁這個機會跟 政府再跟總委談談 是是是 我覺得這很重要 那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這對政務跟事務是不同的 是 對事務其實事務看重的是 他對於預算 對於特定直系 對於中長生計畫的那個審議權 對 那你有就是有 沒有就是沒有 你叫什麼都沒有差 對 但是對於政務 那或者對於立法委員 確實那個名字本身是會有關聯 一個很強的引導 對 有一個引導作用 那所以我會覺得說 因為我們還是要看四個黨派 怎麼想這件事情 他最後會要送到立法員 那我自己目前是 我兩個版本都看過 對 就是委員會的版本 對 我沒有很強烈覺得 名字一定叫什麼 但你的Point 我覺得我有可以看 是 對那我還是覺得叫國務院好了 對 因為這樣子被叫上去就可以叫院長 對 院長感覺就很大 對 唐鳳正偉版本 對 對 這樣子的話這個 簡稱數位院 對不對 感覺就跟其他院一樣大 我每次跟故宮開會的時候 都要叫院長 對 好 那這樣 我們有記憶不問 OK 不過我最後問一個小小的這個 這個 這個 但鄭文我覺得方便回答 沒關係 沒關係 是預計這個會期 就是下面的預算會期 會送法案嗎 但是不可能法案連預算 因為你得先通過主治法 才能提預算 對 所以要先修主治法 所以實際上就是不可能這個會期過 這個會期可以過 但是過了之後 他的那個 就是activation date 他不要寫明年月以後 對對 對 所以 的確是很高的可能性 會這個會期過 就是要看這四個黨派的理會怎麼像 主改基本上都是 只要大家覺得有priority 瞬間就會過 大家覺得沒有priority 十年之後 我們還在延長期限 對 這個就變得很偉面 就是我們又希望他快點過 但又不希望他過得太粗糙 不過他過了的話 也許還有一陣子可以來討論預算 因為你不可能一面過一面提預算 對 對 所以預算的編列 我覺得你剛剛有個點很好 就是說要有一個類似全科會那種感覺 是 的程序 來討論說這個到底怎麼回事 對 那這個當然 隨便想也是要半年左右的事件 全科會就是半年的籌備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 最 就是happy pass 就是下個會期即時通過 然後辦一個類似全科會這樣的東西 明年可能上半年收斂 那明年下半年就可以提預算 後年一月運作 這是happy pass 那當然 就是如果各黨派委員這個 有不同想法要被格什麼 那當然就 就有些不同 對對對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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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乎預期的順利更多 是